本来是要在那个福山家人那边多待几天上来首尔呢 但是今天过几天要去邮局 明天不是过几天 明天就要去寄这个口罩 开车上来的时候听广播 听到了一个好的消息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新闻内容就是派飞机到武汉去 然后把韩国 韩国的在那边的侨胞带到韩国 在武汉的700多名的韩国人 把他们带到韩国 然后重要的是在后面 就像武汉那边援助 口罩200万个 然后其他 包括其他的医疗的用品 不是空飞机过去武汉 这空飞机里面带一些200多万的口罩 然后包括其他的医疗用品 这句话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中国人民能感受到 这个中国韩国人民的关心 然后希望两国之间的友好的关系 希望变得更强 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刚才在车上停的 听到这就 差点就哭了 真的 官方的新闻报道 四架好像几架飞机到武汉去 然后把韩国这边的侨胞 带到韩国过来 然后再 因为可能会有潜伏期 对吧 所以说在特定的设施 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没有症状的话 让他们出去正常的生活 四架飞机去飞武汉的时候 里面带着200多万个口罩 然后其他的医疗用品 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就 虽然现在是特殊的情况 过年的时候 发生着这么一个伤心悲惨 不应该的事情 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除了韩国之外 也有很多国家 去带回自己国家的人 对吧 包括日本啊 什么法国啊 美国也好 当然了 也跟韩国一样 不可能空飞机过去 里面会带着援助的用品 包括口罩也好 或者其他医疗用品也好 我拍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 韩国这边也有这么好的消息出来 不只是一些不好的消息 说是什么网上什么网民 这个恶意留言比较严重啊什么 我是希望呢 所谓的对于韩国 对于韩语韩文 略懂一二的中国朋友 少搬运一些这些不好的事情 说实话对吧 说实话这样的话更损坏 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 我是觉得 你要看好的事情 像这样的好的事情也非常多 但你可以要去找不好的事情 坏的事情的话 也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是自己觉得没必要 不好的事情一定挖出来 当然了 我说的意思不是 好的事情夸张的说 韩国人并不是用不好的视线 不好的眼光去看中国的这次的一个事件 整个韩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电视台 这一天一直持续的新闻内容里面 八成以上都是关于这个中国这个消息 当然了 报关于这个新闻的时候 不是去报道一些负面的不太好的新闻 而是客观的关注这次的事情 也希望能够颇善地解决这次的事情 很多稍微了解韩国的中国网民 光搬运一些不好的消息 让这个中韩两国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差 我是真的不希望 拜托你们了 坏的消息 一穿十十穿白 更容易得到关注对吧 但是我是更希望 比起坏的消息 像这样的好的消息 我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 然后呢我刚刚看 也看到新闻是 这一天好像韩国的总统 好像是生日嘛 然后习大大那边有写这个祝贺的信 祝贺信发到韩国总统这边 然后韩国总统也回应了 我刚刚看新闻的也回应了 韩国政府将会付出一切的努力 不管这个资金的多少 会全力帮助中国 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 我刚刚看的消息 当然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中国这边发生的事情 要密切的关注 这个是第一位 当然我知道 我这一天真的 完全是睡不着觉 一直在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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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看各种新闻 昨天报了什么样的新闻 今天又是这些新闻 全是不好的消息 睡不着觉 感谢哪个国家援助 这样的援助口罩 感谢哪个国家援助 在那个国家里面的中国人 如果有患者的话 会资助一切的费用 来帮助他治疗这次的病毒 但这些医疗制度的话 韩国是一直有的 同样在韩国 中国朋友来到韩国的话 这位中国朋友传染到了 韩国也同样的付出 所有一切的费用 来帮助这样的患者 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菌 我也想付出一下 我的一份小小的努力 帮助一下 帮助一下中国的朋友 之前韩国也有过 这样的病毒对吧 当时我就非常感谢中国朋友 他们是一直关心我 为了感谢中国的朋友 甚至我的中国的客户 我也想中国的口罩 那个口罩想买都买不了的情况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我是听很多朋友是这样说 所以前几天呢 我决定发了一个朋友圈 店铺上传了这两款口罩 等快递正常了 然后就会发 用顺风发货 一分钱都不赚 我买多少钱 就是带给中国朋友多少钱 但是这个运费 运费是我来出的 倒贴运费 这个包括国际运费也好 然后从那边发的顺风的运费也好 然后发的同时 不到一分钟吧 好像我上传的数量全没了 两百多件全没了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真的 我只是以为买个三四百个 应该够发的了吧 但没想到不到一分钟全没了 所以立刻又买了更多的口罩 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哪里呢 不一样的是 这次我倒贴不了运费 因为刚刚这一单已经让我损失了几千块钱的 但是我不会去赚这个差价 或者是其他东西 然后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先看一下店铺 等到货之后 我就会修改这个价格 然后修改数量 然后好让你们拍 然后尽量的设置一下限购 那朋友圈里面好多人发 什么来着 国难财 是这样说吗 国难财 我第一次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问了他们 利用国家困难的时候 来赢取自己利益的 做生意的人 是这样说是吧 然后我就听了 很多人对这个看法都不一样 我是觉得 有些人就责怪这些人对吧 但有些人就是说 也不是不能理解 平时都没钱赚对吧 像这种时候 像这种时候 大赚一笔钱也是 我是 反正我也是一个做生意的 有些地方是可以理解 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卖多少钱的 但我觉得这种时候 就卖个口罩能赚多少钱呢 除非你翻个十倍 翻个二十倍 那挺赚的 但我觉得这种时候 我是认真觉得 那个钱也没啥好赚的 赚的不踏实 我觉得 只是希望能给 有需要的中国的朋友 能送到这样的一个口罩吧 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也希望 没必要 因为我不赚钱真的 零利润 零利润不赚钱 所以我也不希望有些 看着不舒服的人 不舒服的朋友 对吧 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对我有什么意见 我是真的不太希望了 对吧 我只是 在我力所能及的能力下面 想尽量的想 多帮助一下 现在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只是这样 然后没有 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也不希望做好事 还有人骂 对吧 对明天我把 没有给你们看 是吧 今天先到这五箱 打算明天早上 立刻去邮局 然后发国际快递 再次拜托一下 一部分的中国朋友 希望你们不要 去搬运一些 不太好的 看着不太好的那些消息 拜托了 好的消息对吧 多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知道 多转发到朋友圈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知道 韩国政府一直关心着中国的事情 政府关注 老百姓肯定也关注 支援的物品 不是国家白白拿钱去支援的 都是 都是拿着这个老百姓的税金 来买这个口罩 然后去资助的 对吧 不是坏消息 一穿十 四穿白 好的消息 一穿十 四穿白 甚至更多 有些韩国的 阿婆主 能看到我的影片的话 多制作一下这样的影片 让更多的中国朋友 希望知道 韩国也有很多的人 包括政府 关心中国的这样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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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